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试下感受我们先从它的动力总成说起 那这台车搭载了一台代号为4G15K的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那么从这个发动机代号上 我想聪明的你一定也能猜到它和长城其他1.5T发动机这个不解的渊源 但这台发动机呢其实做了不少优化 比如说它提高了喷油的压力达到了4.58 那么它的滚流比呢也达到了1.37 其实做这些优化的目的 一是为了满足国六排放的这个要求 二是提高它在城市工况下 一个驾驶的平顺性和动力的响应的感觉 这台1.5T发动机呢它的最大马力是150马力 匹配的是一个七档的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 那在起步阶段这台车的低扭呢还是比较充分和饱满的 然后动力输出的响应呢也比较的平顺 在城市中开整体的感觉还是挺舒适的 但是当你需要急加速的时候 你身踩油门 你能听到这台车的噪音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方向机的噪音啊 然后动力呢来的并没有那么逊猛 整体还是以缓慢和舒适为主 那刚才我们说了啊 低速的时候动力比较饱满 但是呢如果在车速较高的时候 在后段你再加速的时候 它的动力响应就没有那么好了 这点我觉得也有型可言吧 考虑到它的售价和定位还有它排量的限制 没有那么的理想 在后段的高速时候的再加速能力 但是有一点呢还是值得表扬的 就是它这个油门的响应的速度和跟脚的 就是我们常说的跟脚的程度啊 无论在低速和高速的时候 只要你轻轻的踩踏一下油门 都能得到一个较为积极的动力的响应的反馈 虽然没有那么激进吧 但是有点反馈总比那种虚无的感觉要好得多 变速箱这台车搭载的是一台七挡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这台变速箱在这台车上整体表现呢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首先它的换挡动作很轻柔 你基本感觉不到冲击感 而且换挡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那么刚才我们模仿了一下走走停停 这个低速跟车的情况 它也没有出现这个明显的顿挫感 我们之前呢几年前有一台这个VV7 它也是用的双离合变速箱 那个顿挫感只是难以忍受 但是在这台车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这台变速箱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 不过话说回来 你们也猜到有个不过了对吧 就是它在这个急加速时候啊 这个降打速度还是有点慢 就是你能明显到感受到 它有一点点的延迟 不过我觉得对于这个级别的车型来说 这个也无伤大雅了 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在底盘悬架方面啊 这台车呢 不都是这台车 整个这个级别的车型 都是以舒适性取向为主 那这台车呢 也毫不例外 它整体的悬架啊 紧致感不足 没有那么非常紧绷的感觉 整体是以软软忽忽的这个舒适性的取向 那么在我们快速的过弯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支撑性略显不足 但是整体还是更靠向舒适性一般 我想这也无可厚非 因为这个级别的车型都是这样做的 而且这个车型的这个用户啊 我觉得它肯定是更喜欢舒适性取向为主的 难道就一点运动基因都没有了吗 不是的啊 那这台车呢 你有运动模式可调 你可以调运动模式 雪地模式啊 标准模式 经济模式 在运动模式下呢 整个车的这个响应会更加灵敏 当然它的动力参数并不会因此而扩大 只是你的啊 动力响的感受会变得好一点 然后你的油门的细腻程度 也会变得更加激进一点 给你营造一种运动的这个氛围 转向方面它也是转向力度也是可调的 分为轻便舒适和运动 在运动模式下 它的转向力度会变得比较重 然后回馈力度呢 也会变得比较重 感觉像是性能车那种感觉啊 但是其实它的细腻程度 转向的精准性并没有因此而提高 所以它只是给你增加了一点小情绪而已 并不是实质性的改变 我想你应该理解的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这台车的动态表现 我想大家也都对这台车有了一个动态方面的认知 那么这台车总体来说 它的动力表现呢 一般 但是变速腔的平顺性还是不错的 底盘呢 也是偏舒适性的一个调校 整体来说吧 在这个售价区间内 它算是第一梯队的这么一个选手了 聊完了这些常规的动态体验 别走开啊 我们还有两个小环节 就是这台车配备有一个L2级别的自动驾驶辅助功能 我们对它的A1B进行了一个验证 同时还体验了它的这个自动驳车功能 在A1B测试当中 我们进行了模拟假人的轨探头试验 车速分别为25公里每小时 30公里每小时 40公里每小时 在多次的试验当中 车辆均敏锐地判断到障碍物 并进行了杀停 避免了碰壳 初恋支持自动驳车功能 可以允许侧方停车 或者是垂直车位的停车 驾驶员不需要进行换挡 或者是其他操作 在多次的试验中 车辆均敏锐地捕捉到车位 并且顺利驳入 在有行人经过的时候 车辆也可以敏锐地捕捉到行人 来进行杀停 避免碰撞 那么哈佛初恋这款车 之前已经公布了预售价格 顶配版车型也不超过11万5千元 这个价位的车 作为初恋来说 它的配置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了 首先R2级别的自动驾驶辅助功能 资讯巡航 车联网系统 无线充电 还有人脸识别 声闻识别 等等等等 它的一系列的功能 都是可以说是跨级别的一个配置了 作为年轻人的第一台来说 它的空间表现够用 配置相当的丰富 我觉得这也是吸引年轻消费者 一个重要的点 那在价值方面 如果你不是一个 对价值有极端需求的人 我觉得它的动态表现 也是值得肯定的 那么这台车 它也现在呢 是公布了四款车型 分别是大一大二 大三和大四版 这个车型名字也非常有意思 我不知道您的初恋呢 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您的初恋是否我还在你的身边呢 反正今天我的初恋还在我身边 行吧 是不是有点贱啊 啊 啊